不知道你玩这么久我的世界 有没有注意到一些细节 并且至今这些都没有改变 首先是头盔 如果你把所有的头盔放在一起 你会发现只有下界合金头盔中间有一个保护鼻子的部分 而其他的都没有 你可能觉得这就是下界合金装备特有的保护 但是穿上所有种类的头盔后鼻子上都会有一个保护的部分 所以为什么其他的头盔在工具栏里没有中间那部分 接下来让我们讨论一下吃东西 在你吃炖汤这类东西的时候 如果放慢动作的话 你会发现不仅有汤的粒子效果 还有碗的粒子效果 这感觉是在连碗一起吃掉的 下一个是墨影珍珠的棒 你可以使用墨影珍珠穿过一些方款 比如穿过玻璃墙 这很简单 只需要靠近墙 然后把准心对准玻璃和地面的那条线 再使用墨影珍珠 就可以穿过去了 同样的这可以用在被锁上的门 赶紧去试试吧 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过铁灰类 你可能注意到它身上被藤蔓所缠绕 好像黄色的花一样 这并不奇怪 但是如果你击杀了铁傀儡的话 你会发现它掉落的是红色的花 下一个是很小的地方 如果你将所有的铁筒放在一起 你会发现装有鱼的铁筒的底部 会比其他的筒要低一些 这对强迫症患者来说一旦知道 就会一直难受 接下来让我们来到下节 下一个比较烦人的地方 是看清楚岩浆海下方的东西 之前可以通过添加模组来达到效果 但是后面都被和谐了 而现在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 就是使用灯落 通过像这样放置一个灯落 然后保证下方有一个方块垫脚 你就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下方的方块 包括下界合金 下一个是老瓜瓜 当你想建造一个长动力铁轨的时候 并且准备用红柿块激活的时候 有时候铁轨并不会被激活 你必须重新打碎 然后放置才行 同样的 当你移除红柿块的时候 铁轨此时还是被激活的状态 这在你制作一个特别长的铁路的时候是非常烦人的 下一个是铜矿 相信大家在铜钢出来的时候都很激动 但是看见它的样子一瞬间就失望了 因为用铜就只能制作避雷针和望远镜 并且利用铜块制作的建筑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成翠绿色 来到工具这边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稿子的边缘是处于3D和2D之间的 同样的在你没注意的时候它不算什么 但是当你知道了你就不会忘了 下一个是X射线棒 尽管修复了堆肥桶的办法 但是石板的办法还是能用 仅仅用一个活塞将一个石板推向你 你就可以看见下方的世界了 自从我的世界问世以来已经有十多年了 在这期间 游戏中就一直存在着一些bug等待人们发现 有些可以被利用 有些则不然 所以今天 我们将研究这些年MC中所发现的bug 看看它们过去的样子 以及它们是如何演变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样子 这就是我的世界bug发展史 首先从2009年开始 那是游戏刚公布的第一个版本 也是我的世界最为经典的时期 在那时 游戏添加了一个独特的功能 那就是按二键就可以保存当前的坐标位置 在你受到危险的时候 可以用回车键来传送回到之前所标记的位置 因为这个功能的独特性 也导致人们研究出了一个bug 那就是左脚踩右脚上天 通过跳向空中并设置保存点 然后再次跳跃并按回车键返回上一个保存节点 再次保存 不断地重复这个过程 就会让你升上天空 当达到一定高度时 游戏就会阻止你继续前进 把你卡在天空之上 不会让你返回地面 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bug 那就是透视方块 你需要做的就是向下挖两个方块 将自己跳进去 接着在头顶放上一个杀块 通过这种方式 就能让你清晰地看见地底下的任何情况 这两种bug在当时的阶段并没有什么用处 之后经典模式在2009年底就结束了 在这个阶段中 一些玩家发现了能够无限丢取方块的方法 只需要在地面挖取两个方块 并在它们的附近方块的上方放置四块方块 随后贴着方块的边缘开始丢取身上的物品 当你操作正确时 那么身上的最后一个物品将会是无限的 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小彩蛋 那就是当你将世界类型设置为浮空岛时 这些随机添加的NPC将会从地图的两边走出去 现在我们已经知晓了玩家所发现并使用的第一个bug 除此之外 在游戏开发阶段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因为当时的区域是有限制的 当你修改游戏文件调整自己的坐标位置 使其超出限制的区域时 游戏就开始变得有趣了起来 在那里的第一个方块并没有任何文理 当你破坏它们时 你手中的物品和破坏的方块都会变得奇形怪状 再往前走你将会堕入无尽虚空 在当时的虚空是没有受伤性质的 你只会不停地掉落直到游戏崩溃 而在这个阶段另外一个奇怪的bug 就是边境之地 在游戏世界无限生成时所产生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我们目前所说的边界 当玩家到达边境之地时 会感受到游戏帧率的大幅下降 而面前的地形会严重扭曲 而这种扭曲也在Beta 1.8版本所修复 同时也导致边境之地地形的消失 随后游戏进入到Alpha 2010年版本 这个可能是在所有版本中最奇怪的一个 并且也是最容易出错的一个 同时也是多人生存模式发行的时候 在这之前的bug是对游戏没有危害的 但是对于现在有了服务器来说就是不公平的存在 在这里还发现了几个新的刷取bug 第一个就是木材刷取机将特定的方块摆成填字形的样子 接着在中间挖上一个洞口 四角都有一个仙人掌 当你放置一艘船在洞口处时就会发生破裂 分解出好几倍的合成材料 第二个就是游戏保存棒 当你一路往上方搭去 在极限最高度时建造一个低于极限高度的小平台 在上方放置一个箱子 将你的物品保存在箱子中 接着保存游戏 然后把你刚才放置的物品全部收回背包中 随后用告示牌来突破限制高度 这么做就能让你的游戏崩溃 接着你重新返回之前保存的进度 你就会发现你刚才所打破的物品依然在你的背包中 而且那些放置的物品依旧在原地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十分有用的特性 那就是矿车助推器 在动力轨道没添加到游戏中时 凭借普通的轨道很难把矿车运上去 当时的研发人员还调侃到是因为史蒂夫太胖了 这个方法是需要你建造两条轨道 一个是主轨道 另外一个是助推器轨道 当你骑着矿车经过主轨道时 你就会和富轨道车连接在一起 接着它就会给你提供难以置信的速度 这也是以前游戏史上被认可的客气 当时的玩家们都在使用 也许你们觉得坐矿车抵达目的地太麻烦了 不妨来试试这个飞猪吧 这也是当时很有趣的bug之一 当你给猪套上马鞍 并使用新家的钓鱼竿时 你可以骑在身上 用钓鱼竿钓猪 通过这样不断的尝试就能飞上天了 此外 在仙人掌上放置告示牌也会使你的游戏崩溃 和之前的突破限制高度的告示牌一样 HIM也会毁了你的游戏 有时候按F10也会导致游戏崩溃 由于某种原因 如果你按F4切换游戏模式时通过传送门 你就会卡在传送门之间 接下来是2011年的beta版本 这时的游戏添加了红石等物品 这时也出现了一个我们熟悉的复制棒 那就是活塞刷物品 将活塞和粘性活塞搭配红石等物品 将它们摆放成特定样式 接着激活装置 然后将你需要刷取的物品放置在活塞中间 在两块活塞的配合下 它们就会无限复制出一个新的方块 还有的玩家在此基础上研究出了无限的TNT大炮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传送门的刷取方式 在这里你需要用到一些水流以及工作台 跳入水流中在滑入传送门之前打开工作台 并放上物品 当你触碰到传送门时 就会掉落两个物品 其中一个是原本正常的物品 另外一个是由Bug刷出的物品 它可以无限复制 接下来是下件 你是不是觉得游水很不可思议呢 放在下件里 然后在附近放上火把 等到冰块融化成水时 打破下方的方块就会流出 接着来到2011年年底 游戏正式版开始发行 游戏玩家在这个时间段开始激增 而且在这个时间段 有许多的Bug频繁的出现和消失 在1.0版本中 玩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特性 当你在斜拨轨道的前方建造一堵墙 并且在下方放置一些铁轨 随后将矿车依次推入 那么它们就会重叠在一起 而当你将它们推开时 它们就会飞向远方 并且会自动绕开阻挡它的各种方块 尽管这个特性已经是过去式了 但回到现在你依然可以使用这个特性 利用TNT矿车来无限重叠 接着来到2013年 这是游戏的早期主机版本 在当时的PC端附魔 许多人辛辛苦苦升到30级 结果附魔时 却给了你一个没用的附魔效果 但这对于当时的主机版玩家来说 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因为它们拥有手动保存功能 你可以在附魔之前保存一次 如果这次附魔的效果不尽人意 你就可以推出游戏 重新进入上一个保存的进度点重新附魔 此外还有一个特性 就是你在树苗的上方放置一个方块 并催熟它时 它会直接穿过上方的方块生长 接着来到2016年的1.11版本 在这里有一个名为驴气片的棒 首先通过岩浆和石块的搭配 来破坏这些激活的传送门区域 接着清理传送门附近的所有物品 然后打造一个围绕着传送门的区域 并在里面使用告示牌放置在特定的位置 随后放上岩浆和水 告示牌的作用就是将它们完美的隔离开 然后把一头驴带到这里来 将你的物品放进驴的箱子里 然后把驴子打成半颗星 接着把它推入水中 然后触碰到岩浆 它就会死亡并且掉落物品 但当你穿过传送门时 你就会发现驴子还活得好好的 并且身上的物品依旧存在 接着在墨地之中 一名玩家制造出了一个 刷取墨影龙的办农场 首先它建造了一个红石装置 当墨影龙触碰到的瞬间 就会被推到装置中给困了起来 接着就用TNT将墨影龙击杀 在死亡动画期间 它会掉落大量的惊艳 这个过程会无限重复 用了15天的时间 就能达到21863的等级上限 时间来到2019年的1.15版本 这里同样有一个 与以往的飞猪一样的特性 当你坐在矿车上时 用鱼竿不停地拉着身下的矿车 同样可以实现飞天 此外还有一个最熟悉的 就是Dream所使用的空中飞船特性 接着来到2020年1.16到1.17版本 在当时游戏内添加了收纳袋的物品 正是因为这个收纳袋的原因 再次出现了刷取物品吧 你只需要使用套娃的方式 将收纳袋依次装入 接着用物品将背包填满 随后丢出收纳袋 然后回收你就能得到套娃时的数量 接着把背包的方块整合 放入收纳袋中 之后把收纳袋分开摆放 当你开始取出物品时 你就会发现每个袋中 都拥有之前所放置的物品 我们用水 绳子和半线勾置 做出这样的装置 只需让水流过它 你就可以多余获得一根绳子 而这样做 有什么意义呢 你可以用绳子换取祖母绿宝石 当在交易中绳子 只剩一根石 它就可以让你无限复制出宝石 第二个bug 当你需要治愈村民时 我们可以使用弱点箭头 在你的弩上 使用穿刺附魔 射击时 这样可以一下击穿五名村民 而且 箭矢可以重复使用 这样就比你晾造药水划算得多 弓箭则从制剑师那里购买 同样也不省去了 再用龙溪制作 第三个bug 如何与村民无限交易 我们都知道 从村民那里购买东西 是有冷却时间的 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只需要一些铁轨 和几个村民 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首先将试距设置为2 然后跳进矿车 点击快速交易 移动矿车到另一端 直到无法再交易的位置 然后在另一侧 做同样的事情 通过这种方式 你可以快速地将木棍和绳子 转化成你想要的 任意数量的绿宝石 第四个bug 只需知道一台小型活色机 就不用再担心制作铁轨了 这个bug已经存在6年多 但目前一直没有修复 这个bug 在建造大型项目时 会拍上用场 但我认为它可以在建设一些巨大的项目 所以我会取得 第五个bug 如何击碎牢不可破的方块 你知道比基岩还坚硬的方块是什么吗 那便是默的传送门的框架 它无法使用常规的方法击碎 我们只要放置好一个蘑菇 随着它长大 就可以慢慢磨碎它 做到这一点 第六个bug 从高处跳下 我们一定会损失血量 解决方法是 只需要一条船 当你坐在船上 从高处坠落时 你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这个方法用在逃生时 非常有用 第七个bug 我们都知道天气在水中爆炸 是没有任何伤害的 那如何使它拥有伤害呢 你只需要在引爆前 放置一块砂口块 第八个bug 让你在我的世界 终长时间挂机 通过按住鼠标左键和右键 并按S3加T 在同时松开它们 就可以使你的鼠标按钮卡住 这个bug 在你使用鹅卵石生成器时 非常好用 第九个bug 我们在修建铁轨时 都是按直线来修建 但是 你知道曲线铁轨 实际上比之前铁轨还要快吗 下面 我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验 第十个bug 当你在洞穴里挖掘时 可以带上一只宠物猪 此时 你需要让挖掘的地方 高度变成1.5格高 这时仅蓄器上宠物猪 你就可以看到洞穴上方的情况 这样 对于找到找到刷怪龙 非常有用 第十一个bug 来到下界 我们会经常遇到猪灵兽 那如何更好的地方它们呢 此时 你只需要在进入下界传送门时 举起盾牌 到达下界后立刻松手 这样你的盾牌 就可以永久打开 第十二个bug 如何将任何方块 变成钻石 你只需要先准备一堆钻石 和一堆任何的方块 在末端放置一个箱子 一个TNT和一根杠杆 拉动控制杆 并快速打开箱子 按住数字1 在TNT爆炸时 和数字2之间 来回跳转 这样爆炸后的泥土 就变成了钻石 它其实是在准备的 但是框架可能会有点准备